红豆山遍布大街,为什么还是一级保护植物?这里是知识天梯 野生的红豆山由于发育困难,在数量上非常的稀少,也被称为是植物界的大熊猫 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中国尚有世界上50%的红豆山资源,有80%的野生红豆山都集中在云南地区,省内约有500万只的植物 等到了2002年进行抽样调查的时候,却发现92%的红豆山被砍伐剥皮,制成品大量流向国外 红豆山一度成为了濒临灭绝的植物,然而等又过了20年之后,有认识红豆山的小伙伴或许还有在街道上看到他们的身影 那么从名声雀起,濒临灭绝,到现如今的遍地都是,红豆山是如何做到一直都在一级保护植物的名单上的? 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大家对于红豆山这玩意儿的总体评价并不高 原因就是它的木质坚硬,砍刀和斧头都不能轻易地将它给劈开,不是好柴火 因此山民们通常都是将红豆山砍了之后,把它作为挑重物的扁单,又或是厨房里的案板 然而,等时间来到了1992年的时候,原本毫不浅的红豆山却摇身一变成为了众人眼中的摇钱树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因是在1992年的时候,美国BMS公司发现了从红豆山中提取紫山醇的方法 而紫山醇又是很多药物的主要成分之一 于是在当时紫山醇的身价飙升,一度卖到了2000美元一颗 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就是14000元每颗,真正的比金子还贵 因此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一场关于红豆山的剥皮大战就开始在我国的西南地区上演了 相关的数据表明,在这场针对野生红豆山的剥皮活动中,就有92.5%的红豆山惨遭毒手 然后被提取出紫山醇大量的流向国外 1992年,美国BMS公司找到了从红豆山中提取紫山醇的方法 而紫山醇又是很多药物的主要成分之一 于是,身价飙升,一度卖到了2000美元一颗,真正的比金子还贵 然而大部分红豆山就此惨遭毒手,大量流向国外 为了保护红豆山,我国在1999年的时候,正是在法律层面上确认了红豆山的地位 那就是国家一级保护职务 并且还在云南等盛产红豆山的地区开展了保护珍贵数种红豆山专项行动 在种种治理之下,惊心动魄的剥皮之风才最终得到了遏制 然而好景不长,等又过了几年之后 人们又发现了红豆山除了药用之外的另外一个价值 那就是可以制成名贵的家具 随着近十年来红木家具的兴起 人们发现红豆山在制成家具这一方面的独特优势 其一就是它的材质坚硬,其二就是它具有御水不符的特点 在这两种优点的加持之下 红豆山再次处于被大量倒发的危险之中 每年关于红豆山的非法收购加工运输现象也在逐年走高 可以说,无论是红豆山的药用价值也罢 还是上等木材的价值也罢 其本质还是体现了人类贪婪的欲望 正所谓,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这句话放在红豆山的身上又何尝不是另一种贴切的形容呢 随着红豆山在家具行业的名声越来越大 野生红豆山的数量也不断减少,已经处在了濒临灭绝的阶段 为了保护这种珍贵的木材 就必须在出台法律政策之余再使用别的手段 于是人工红豆山顺应市场和时代的需求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近20年来,在苗木市场以及农村的极镇上 你几乎都能够见到红豆山的身影 可以说,市场的需求量大 村民们的广泛种植再加上红豆山自身所携带的名气 天时地利人和,不仅让人工红豆山大放异彩 也让野生红豆山逐渐退出了被众人围剿的行列 虽然现如今的红豆山已经不再是宾威树种了 但是在这之前,如何对珍贵树种进行 人工育苗却一度成为了世界性的难题 红豆山满大街都是,为何还说人工育苗困难? 人工育苗的难度超乎你的想象 这是被誉为南方红豆山之父的于能健曾经的感慨 为了满足全国各地对于林木的巨大需求 于能健带领一般人马进行红豆山的育苗实验 但是无奈都失败了 无论怎么做,红豆山就是不发芽 为了找到红豆山不发芽的原因 于老充分发挥爱钻研的精神 在经历了多次失败之后 终于发现了是上层很难脱水不透气造成的 后来又经历了五年的试验之后 终于于能健团队在人工红豆山的育苗造林技术上 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可以说正是在于老的带领之下 我们才熟练掌握了人工红豆山的生长规律 以及综合育苗的系列技术 现如今南方红豆山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人工培植 绿化苗已经栽变了明溪县的各个角落 也成为了这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那么在野生红豆山和人工红豆山之间 又存在着哪些区别呢 其实野生红豆山和人工红豆山的区别 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 一是它们的原产地不同 野生红豆山的原产地多在自然的环境中 而人工红豆山多在种植园里 其次是二者的树干颜色不同 野生的红豆山在被剥皮之后 呈现出的颜色是红色的 看上去就像是流血了一样 等到时间久了之后就会变成黑色 而人工红豆山被剥皮之后 露出的颜色则是白色 三是野生红豆山的形状 看起来更加的刚进有力 而人工红豆山看起来就少了那么一丝味道 看上去规规整整的 二者光是从外形上看 也是存在着明显区别的 综上所述 野生红豆山凭借其多功能多价值的作用 一度成为了被众人倒伐的对象 但是现如今 随着人工红豆山技术的不断普及 到处都能够看到红豆山的影子了 甚至成为了街道上的绿化 但是吧 人工红豆山还是和野生红豆山存在着差别的 不能因为人工繁育的红豆山数量泛滥 就在想 是不是只要是红豆山就都能乱砍了 那当然不是这样的 毕竟人家野生红豆山 可一直都在保护名单上没下来过 你要是不小心砍错了 那就只能进橘子里喝茶咯 知识天梯 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